吃蜜飯 鯨魚排 藥扇湯 再搭配一碗銀耳紅棗湯解膩 這間高雄知名連鎖月子餐 婚時 素食 通通有 也常舉辦講座教學 業界小有名氣 只不過 有網友剖出照片 月子餐便當裡不僅有頭髮 湯點 還有塑膠片 切刀在臉書發文 說老婆在家坐月子 訂月子餐送到家 12月1日晚餐 打開便當後發現一根頭髮 隔天晚餐 湯瓶裡太太喝下一個塑膠殘物 10號晚餐眼前的餐盒裡 在一根長長的頭髮 10天內三度除包 業者事後補償金 也從一開始的25000元 降到只剩5000元 雙方沒共識 這事確實是我們發生 是我們一直很檢討 那時候他說 我們確實真的不是故意的 月子中心坦承舒適 但是表示在中央廚房 製作餐點時 都有層層的防護 頭髮可能是附著在衣服上面 掉進去 客服對投訴處理不當 也會加強員工訓練 願意賠償2萬元 希望客人能消消氣 出現義務的餐 我們不收費 然後他後面剩下的餐 也就是做退費說明 依實案法的部分 可以儲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的行政環環 雖然連鎖月子餐之前 沒有違規記錄 但衛生局依舊 將主動前往稽查 只是民眾在家坐月子訂餐點 裡面卻有頭髮跟塑膠片 離譜狀況 心情大受影響 記者留朋友王書宏 高雄報導